因為我們去到清遠 晚上睡覺前看電視 看了一個類似我們大問答的節目 由郭德江主持 這題目由他問 我就帶回來再問大家 燈紅酒落 酒綠 大家聽說形容響落 很開心 究竟為什麼是綠色的酒 是發生什麼事呢 A 燈光問題 B 釀酒的技術問題 C 紅配綠 文字上很漂亮的形容 還是D 形容喝多了很開心 顏色都看錯了 都不會開心看錯顏色 喝太開心看錯顏色我都不會 你這個你很了解 你開心看錯顏色才驗 你這些很有經驗 每天都燈紅酒綠 發生酒地 你自己一個人 是酒池玉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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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月當然是網上購物的日子 2022年即是去年 Amazon公佈了 什麼是賣得最多 當然有幾個選擇 第四位那些嗎 我們不是這樣 在這四月內 有一種並不是賣得最多 哪一種不是呢 好 A 是 Champion 這個牌子的衣服 B 是 PS5 C 是 New Balance 的鞋 還是 D Airport 嗯 全部都相似 這個是去年 沒錯 因為今年是未來的 是 但遊戲機是沒有 即是頭四位 有沒有遊戲機 是否這個意思 即是這四樣東西 有三樣都是它最能買的 當中有一樣不是 嗯 明白 遊戲機是似是有的 但問題是 上年是不是還有大貨 大貨在街上 因為不是賣得到的 這麼容易 當時這部機 那是去年 即是2022年 那年好像還沒有大貨 我記得 我記得 我怕我記錯 因為它不會 衣服 因為衣服很容易有 很普通 一定有啦 衣服我不會選擇 衣服 Airport呢 買得最多 衣服一定會買得最多 容易 因為它不貴 容易買 好 好 你問一下 我問一下嘛 我看樣子囂張 我不是囂張 就想一下 好 憲憲 余迪衛 你不是很有意見嗎 沒有頭髓 我覺得衣服和鞋子都有 因為容易買 即是我們是Airport還是PS5 對 PS5還是Airport PS5 PS5 像它放進去 對 你說遊戲可能 對 因為機有的人 應該多 如果要買 我會選擇 一部遊戲機 我也是 PS5 大家都會選擇 遊戲機器 對 你們有一分 你又找來搞 你問我 我一定知道 原來它說 其中買得最多 是什麼 類似電視機頂盒 是嗎 那也沒想到 對 它可以看很多不同的 它說 有機會要另外再付錢 但是 機頂盒 可以看到很多 一百幾十萬個台 買最多 到我了 什麼 很開心 拍照 拍照 我真的不懂 聽過 好 到我了 最近我在看一些 Documentary 關於電影的起源 今天問的題目 也是這樣 就是第一套 叫做電影 這是在1895年 12月28日 叫做Cinema 當時的戲院 不是我們現在這麼大的 可能只有這間房仔 十張椅子 叫公開 給人看 他們都覺得 是很驚訝的一件事 因為未見過動的東西 那時候可能好像是跳格 還是已經是16米 那個已經過了一個考驗的階段 真的拍了一點點東西 這樣公演這部所謂的 叫做動動的電影 在哪裡呢 我好害怕 他問第一個買票的人叫什麼名 或者受票員第一個入職叫什麼名 會嚇嚇我 A 在倫敦 B 巴黎 C 紐約 D 柏林 即是柏林 哇 全部都是現在的戲院名 倫敦 巴黎 紐約 怎樣呢 他問你 不真的不知道 中潮 中潮 他那部電影給你一些 就是只有46秒 對 那時候不是整部電影 所以有這樣的東西看 每個人都中了 動動畫面 對 沒錯 可不可以說那部電影 46秒是關於什麼呢 不可以 可以跟著說就是一個德國人 整個電影 純粹這部電影 拍片都這麼多年 他可能是拍著狗走幾步 是的 1895年 我會試試Berlin 我也是 柏林 為什麼會去德國那邊 不知道 好像科技 我猜一下 後來去到紐約 才發揚光大 柏林 有段時間未到 柏林 這三個地方選擇的東西 不是熱點 柏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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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這麼有心得就先跟你們吧 柏林 柏林 三位都是柏林 是錯的 猜渡姐 很難 紐約 紐約 我選 我選 一個派 紐約 你選擇 我就選擇倫敦 你應該試試 但倫敦是那類的東西 不像播出那類 很久之後 我選擇 我選擇 我繼續選擇倫敦 你選擇倫敦 你選擇倫敦 一個人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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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你傑珠 是在巴黎 對 是說什麼都姐 可以說什麼 一會兒先 一會兒會問 對 好 我這題目快去問 因為我們去清遠 晚上睡覺前看電視 看到一個類似我們大問答的節目 是由郭德江主持 這題目是由他問的 我再帶回來再問大家 燈紅酒落 酒綠大家聽說 形容響樂 那些很開心 那究竟為什麼 它是綠色的酒呢 是發生什麼事呢 A. 燈光問題 B. 釀酒的技術問題 C. 紅配綠 即是文字上很漂亮的形容 還是D. 形容 喝多了很開心 顏色都看錯了 他們那個節目 你們先想想 他們那個節目 就是兩個主持 我記得那集是柳岩 有三個嘉賓 在猜答案 不過他們只有三個答案 不是說有四個答案 另一個你就自己加進去 對 他不是問這個 他不是問這個 他問那個顏色的 這個就 對 不同我這題目無關 你一問為何燈紅酒綠 酒是綠色的 對 為何綠色酒 B. 是什麼 技術 對 釀酒的技術問題 釀酒的技術問題 C. 就是 紅配綠 紅 文人 寫字 很漂亮 這個是同色的 要這樣推下去 燈紅酒綠 誰先回答 刀姐和我 都一樣分 嗯 我又答對嗎 對了 你又一分 我送給你 忘記了 送了我們很厲害 哈哈哈哈 很難 你的答案很好 出得好 郭德剛好看的 郭德剛好看的 他說話 想睡 不斷接著播 又看 又睡不到 以後會不會跟著這個節目來出 那又不會 不然你們看 偶爾拿兩條 等於阿杜姐在三角的時候 拿那些 再問他那隻狗叫什麼 哈哈哈哈 幾位難 我覺得 我覺得不會是釀酒 因為不會 釀酒的技術 對 不關釀酒的技術 那麼多年之前 亦都不會 開心看錯顏色那些 有什麼太開心看錯顏色 我都不會 你這個你很了解 反而我不是 你才 開心看錯顏色才 你這些很有經驗 對 就是說你沒有理由 你每天都燈紅酒綠 在那裡 發洩酒地 自己有棍玉棋 是酒池玉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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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開心看錯顏色 難道 你們先選吧 才有紫醉金迷的感覺 你選什麼 我選A 燈光 燈光 我不知道是不是 我也不知道 我選D D 開心 喝多了開心 吃都看錯 我選C 你選C 沒有人有半分 同時也沒有人有分 C 是D 為什麼 以前的人釀酒 他們很粗糙 連酒糟 米 都會靜在酒裡 喝的時候都浮游了 物質久而久之內 其實會變成綠色 所以他們喝的時候 酒會變成綠色 變成燈紅酒綠 但我都見過酒糟的酒 沒見過綠色 不知為什麼 因為小時候 媽媽喜歡做酒糟 我們連隔都不隔 酒糟 就不喝 所以他們有那種 是否叫做吃酒 因為喝的時候 可能會喝到米 也會把酒糟 所以以前的年代是這樣 很久以前 你聰明一下 沒有人有分 一體 KO我們 這個人格與社會心理學 的期刊 研究了 原來喜歡吃甜食的人 他有哪種性格 比較樂觀 比較外向 比較隨和 比較神經質的 樂觀 甜食 好像 沒有人不喜歡吃甜食 我 我不喜歡吃甜食 小小甜 你們不要懶惰 你又說不吃零食 這些不是零食 我沒有吃 幸好都姐 你說這些 你去判決這些 我很喜歡聽 小甜都是甜的 你們都在裝飾 你們都在裝飾 我都不懂的 我都不懂的 喜好 是不會很喜歡吃甜食 有甜食 我沒有所謂 凍檸茶 熱檸茶好 我很多年都喝酒甜 是不喜歡甜食 甜品 我都買了一口兩口 我再說一些人的說話 好 我會喜歡吃甜食 但甜食真的太甜了 很容易肥 所以我唯有減少 你給我吃 我不想放幾個蛋糕嗎 我不想每天喝汽水嗎 就是這樣 我不想的 我不會的 你放一罐汽水 我都不喝 我就跟你們去方道三個人 只有汽水看你喝多餘 神經病 我回想起小時候 你找糖來忍有我那些 不可以的 薯片忍有我可以 對 薯片我也不可以 所以糖甜的真的不對 好了回到這個題目 C是什麼 C是什麼 樂觀 比較樂觀 比較外向 比較隨和 比較神經質 阿傑比較喜歡甜食 所以 他人是外向 嗯哼 隨不隨和 隨和 都隨和 都隨和 神經質 都樂觀 不算神經質 他不算 很穩定 很穩定 神經質 我們都知道是怎樣的 當然是神經質 他又不是神經質 可能他年輕的時候 會比較神經質 現在真的有這麼多經驗 做人都 兩年前 兩年前 都只是說話少少 哈哈哈哈 那是神經質 不是了 我覺得是 隨和 比較隨和 譬如你 樂觀 我覺得不需要吃糖 因為人們經常說 吃甜食就是 開心一點 他根本就不開心 那他隨和 可能其實 裡面 因為有些人說 你這個人真的很隨和 對 那些人是收賣 那些 我這樣分析不合 人們心裡面很討厭 但是 要表面到自己很隨和 我沒有說他 沒有說他 他真的沒有說他 他喜歡吃甜食 你有沒有分析 我就是基於阿傑的性格去分析 所以我選了一個答案 就是神經質 所以我選擇隨和 因為他裡面抑壓了很多東西 要吃甜食的補償 我選擇外向 三樣東西 外向 隨和 神經質 沒有人對 傑諸敬 哇 很多人都表面隨和 你們自己打龍通 就是了 兩路友 這樣也可以 那東西兩分半 來 這次真是大件事 看來我都可以請大家吃東西了 不要再吃燒美飯了 不要緊 其實燒美飯很久沒有吃過 平時吃開魚蛋粉 刀姐本身不喜歡吃燒美飯 其實那間有別的東西 不是啊 我不是說茶餐廳有別的東西叫 那間是茶餐廳嗎 你們全部說只有燒美飯 不是 沒有 你看清楚文字 他們誤導你 下次我不管誰請 有沒有那隻蛋字 你買那隻很好吃 很厚的蛋很鬆化 那隻就可以了 在那間 我沒有吃過那間 什麼時候 他們沒有吃過蛋字 為什麼 特餐的蛋我買過 有很多時候買給自己吃 蘇姐有沒有吃過一個蛋字 你們看蛋字 蛋呢 是有些芥末在裡面 有些少許的 但是它的蛋 譬如你煎蛋出來 可能會有些氣孔 那些蛋不是 直接好像一塊擦膠 當然吃起來不是擦膠 是軟綿綿的 我希望下一次 有人輸的話 說風涼話 是可以買那個蛋 真的很像日本的蛋包飯 我煮給你 我提議一下 我自己煮 是很厲害的 商業電台節目精華 日日放鬆 即刻like share comment 再在YouTube按個鐘仔訂閱 想隨時隨地聽到精彩節目內容 快點訂購商台節目重溫